這邊已經住了二十幾年了 等於算是在這個地方成長了 那應該怎麼說呢 今天因為說是一個民間的活動 那我要講的是說 雖然是民間但是也有可能有不同的聲音 像我心目中的這個社區的發展 可能就跟台上的建築團隊所想的不一樣 大家可能台上建築團隊會覺得說 更好的環境是在未來 但其實我覺得現在已經夠好了 甚至我覺得以前其實比現在也更好 其實應該說現在跟過去比 好是好在說原本過去的社府思維 就是要把人跟社府的照護對象 用圍牆區隔出來 那圍牆拆掉之後呢 其實就我自己居住的感覺 我覺得大家零裡之間的氣氛已經變得很好 坦白說就是住在這邊的人 當初會選擇住在這個地區 並不是這個地區以前的房價都很低啦 能夠住到這邊來的人其實也都是來這邊安身立命的 所以對這個地方我們也不會想說 要把我們的房子出賣掉 然後去做一個怎麼樣的房地產的投資 那我覺得並不是 至少是我認識這部地區的居民的想法是這樣 那很顯然這樣的想法是跟建築團隊的想法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那就比方說剛建築團隊一直會強調說 對樹的保護應該要做怎麼樣一個景觀上面的修剪 然後才能夠符合什麼 就我自己的感覺 我覺得現在這樣子自然的方式就是最好的 那你說要特別在現有的草地上面去挖一個什麼水池或什麼 除了想到說這是為了未來飯店的景觀之外 我其實並沒有覺得說這樣一個水池就是對我們現在有這個草地 有怎麼樣任何一個加分 那再說像剛剛那個那個比方說那個規劃那個 那個商業用地的那個部分 還有那個車道設計的部分 我都覺得其實是縮減了現在既有公園的規模 還有既有公園的安全跟寧靜 我並不覺得我們這個社區 可能會因為這樣的規劃案會變得更好 但我知道說其實這個社會就是大家是民主社會 所以不同意見我們在這個場合 然後來做充分的表達跟溝通 那我只是希望說今天這樣一個場合 不是說每個來的鄉親手上拿了一罐飲料 我們就要認同這樣的一個規劃的方式 那其實我們要想想看說我們真的居住在這邊 到底怎麼樣的一個 生活方式才是我們所想要的 說真的下班之後以我們台灣這麼繁忙的生活環境 下班之後能夠吃飽飯然後到旁邊的公園裡面好好散個步 沒有任何的這個壓力 這真的是我們人生當中一個小確幸 小小的微小的幸福 我不相信這樣的一個小小微小的幸福 在未來一個商業的 飯店蓋好之後 我相信各位阿公阿嬤你們早上去做體操 你在那邊做了 那你微愛到飯店那個吃早餐的景觀 你不會 就是我們可以跟飯店有一個很良好的關係 那我是希望說這部分大家在考慮這樣一個 等於算開發案的時候 盡量往這個方向去想 如果說開發是不得已的方向的話 那也盡量就是把這個開發 它縮減到它必要的規模 而不是說怎麼樣子可能 好像比較好 比較景觀怎麼樣 我覺得那都不是一個 很那個 但畢竟台北市已經太過擁擠 那我們也沒有必要說為了 我們自己的安身立命 然後來去 配合這個地方說 其實說真的 維吉亞的那個裡面的建築物 我覺得結構也都很好耶 沒有怎樣 或為什麼無緣無故要拆掉 就算要做 那個禮民的活動中心 那其實 或是說放一些健身設施 好我自己願意 那個捐一點好不好 那我們就放那邊 放一些運動設施 其實我覺得 對我們這個地區 那個居民生活的提升 其實都已經 有很好的一個提升 那不見得說 一定要是怎麼樣 按照那個規劃怎麼樣 當然 我相信規劃的那個廠商 也有規劃廠商的立場 但是 還是一樣 就是民間的聲音是複數的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種對話跟溝通 大家能夠 就是為這個地區也好 那為 即便是為整個台北市也好 我們都做一個頂範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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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